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其實從以前 因為收入實在不穩定 業務箱都比較不穩定 對 有高有低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股票有超風和人保 這兩檔目前都小賺 是 滿有的 賺不少 6塊3買的 10塊錢賣的 賺了3.7萬 但紅海賠錢了 是 好 等會有什麼問題要問 好好讓你來考考分析師 不過節目開始 趕快帶觀眾朋友來關心的是 油價大漲出現了 旁邊上的資金大挪移 所以我們看到幾個族群 跟油價息息相關的 第一個當然是塑化 塑化股在今天大漲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太陽能 也跟油價有關 因為EVA飆漲 第三個跟油價有關的 當然是航運了 航運之前非常強 因為運價一路漲不停 但是現在馬仕基 美國一系列的運價說不漲了 不漲的原因 竟然跟我們的長榮有關 為什麼 我們等會再來告訴你 好 我們先來談油價 對 這個紐約原油 昨天大漲了降近5% 這是六月份以來 單日最大的一個漲幅 因為美國原油的庫存下滑 另外巨風來襲 所以墨西哥沿岸的煉油場 就關閉了 但是油價一漲了以後不得了 你可以看盤面上 今天太陽能的股票 這個還有太極亮出了這個漲停 又是紅通通的 塑化肋股的話 報價就推升 塑化肋股 尤其二線的個股 你可以看 台劇還漲了8% 這個亞劇還亮燈這個漲停板 不過我們先講一下 太陽能真的很熱 原來背後有神秘的一個推手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太陽能的話 很重要的市場是看大陸 大陸今年 它太陽能的花電量 裝置的目標是40 10億瓦 但上半年只有這個裝機 11 10億瓦 三分之一都不到了 所以下半年家族馬力 就裝太陽能 裝太陽能 當然就帶動了台灣 太陽能的這個報價 另外 現在連什麼馬國集團 來台灣 100億 要蓋太陽能廠 再過來什麼 美國黃地產的這個大亨 畢州集團 來出手都是100億台幣 都是看上了太陽能廠 太陽能花電的商機 不過我們提醒大家 股價呢 波動性太大 比如說本來貿體最標 但是貿體現在要減資 就暫停了買賣 暫停交易了 但是換太極 沒有貿體也換太極 取代龍頭地位 給你攻到這個廠庭 一直維繫那個市場的人氣 就是說太陽能很熱 太陽能很新 對不對 總是有人 但是我也告訴大家 股價操作面 手腳要快 剛才我們講過馬國集團 來台灣要蓋100億的太陽能廠 他跟一家公司是合作的 這家公司叫薪金投康 今天又跌停板 因為奇怪了 照理說他不是應該要大漲嗎 不過你去仔細看一下 人家那個股票 在七月份以前就只有三十幾塊 這樣給你企業到八十塊 所以人家漲過了 對 他要投資會議今天決定 那個一顆一顆計畫了很久 所以股價都提前反映 這要告訴我們觀眾的風險 新聞曝光之前 核心人士早就先上車了 對啊 所以這個手腳真的要快了 四野 對不起我還是打個岔 那蔡總這個時候太陽能能買嗎 我覺得只要新聞曝光 這個利多見報 其實你就要腳底抹油 已經這樣 但是我們認為太陽能 你看百億百億來投資 太陽能在今年年底 甚至到明年 應該都是市場的熱門的股票 但是你要懂得進出 短線上不要追了 第二組區我們來談俗話 最近是因為太陽能很熱 但太陽能把這個封裝膜 就是叫做EVA 這種塑化的原料 報價一直漲 漲到什麼很離譜 現在現貨是五年的最高 美工頓是1650美金 台灣就三大公司 台塑集團 台塑說我現在暫停這個報價了 台濟雅濟就是說封盤 封盤 封盤 那整備十月份就下個月 一口氣給它漲美工頓 漲100美元 這個消息一講出來的時候 因為台濟跟亞濟比較孝心 所以它的股價非常的可怕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劇 因為太陽能已經漲了一段了 我們比較怕 那像這種剛開始發動的有沒有機會 它今天的股價是漲了8% 然後我們看它的K線 爆一個9萬張的成將 這個市場最熱門的股票 而且創銷了波段的高點 但是其實前一波也有漲到了 對 有漲到 所以今天爆這麼大量的話 不建議明天追等量收回來 因為它有預告 十月份還要真的漲 所以表示十月份它還有一個高點 然後亞濟的話 今天是直接鎖住了這個漲停 因為它籌碼是比較乾淨 不過觀眾也 但是都是爆大量 都是爆大量 觀眾也請看一下 我們幫它準備的這個財報 你看一下 我們就你看這個台劇的話 上半年的EPS的話 第二劇是0.27 亞劇第二劇的話0.38 不過第三劇的話 應該都會比第二劇倍數的成長 所以應該有一定的 基本面的一個支撐 只是說太熱了 你現在去 真的真的會燙到 沒辦法也燙到 好 那航運呢 航運的話 我就想不通了 那馬斯基要漲運價 我們應該跟著漲啊 今年新冠疫情 這個經濟解封之後 結果航運公司 大家有志一同說好 一起把那個貨櫃的倉位把它減少 減少了以後 運價就飆漲 飆到十年的新高 觀眾請看這一個 因為最重要是亞洲到美國縣 所以大陸出口集裝箱就是貨櫃 它的運價比上一期漲了3% 但是你看上海那個部分 還漲了34% 美西縣 地中海縣 歐洲縣 都是漲了很多 你看美西縣是漲55% 哇 不得了 那本來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那個龍頭丹麥那個馬士基 對不對 馬士基是最大的 他帶頭漲價 那都已經把風聲晃出去了 但到了9月11號的時候 有一個人出手了 大陸交通部的水印局 道德勸說你們不要漲 為什麼 中國現在經濟不好 他在拚出口 結果你把運價漲了以後 他的出口會有影響 那馬士基很奇怪 9月14號白天的時候我要漲 到傍晚的時候說減一半 我只漲一半 但是他現在說他完全不漲了 對啊 因為9月15號 長榮海運決定不漲 我們不跟進 然後呢 9月16號長榮就通知他的一個客戶 那因為馬士基長榮 或者大陸的中原的話 大陸中原當然聽政府的嘛 也都不漲 這幾家大咖不漲嗎 貨櫃能漲嗎 就漲不動了 那股這樣還會再漲嗎 所以我們請 蔡總幫我們來看一下航運股 因為前一陣子那個運價漲翻了 航運股表現很好 現在是真的要休息了嗎 再加上油價也漲 對 我們直接看長榮的這個K線 剛才我們講一個關鍵的時間 9月11號 那一天大陸政府出手 所以我們看 就在這一天 這一天就爆一個 就這一波 長榮海運其實從10塊一路飆了 這整個漲了快一倍了 漲到19.9 但這一天長黑 這一天就是大陸的政府說 不可能漲下 所以股票就下來了 但是它的跌幅 已經高達將近兩成了 有一點跌過頭 中原海運 我們準備一下 我們看大陸的中原海運 對 海運 那我們看它的K線 它這一波大概跌幅10% 我們跌快20% 馬士基的話只有跌4% 所以相對 所以我們跌過頭 對 你看嘛 人家每一家都不漲 人家馬士基跌那麼少 中原海運也沒跌那麼多 長榮跌那麼多 所以跌到這個低點 在目前這個價位的話16塊 可能會盤整 但是因為有不漲價的一個原因 期待感就比較少了 所以股價要再反彈的空間 恐怕也就不大了 我來問一下博越 是 博越你剛剛說你是做外勤工作 對 是 不好賺嗎 還行啦 還行 還行 還可以 還可以 那是做股票好賺呢 還是做保險好賺呢 還是本業好賺一點 對 還是好賺一點 股票不好賺 我們來看看你的股票 來 有什麼問題要問 我目前是就是 超風的部分 因為八月的時候嘛 那時候看它的營收還不錯 就是今年八月的時候 它的營收是創歷史新高嘛 然後我想問說 我目前是要續報嗎 還是要怎麼樣 現在是賺錢的喔 對 現在賺錢 今天收51.9超風 對啊 我想超風的部分 其實我們打K線 你看日K線的部分 那我先講基本面 八月份的營收是創下歷史新高 那昨天來講的話 其實 有一家郡商幫他辦了一個 小法說會啦 電話的一個法說會 那其實放出來的訊息 大概現在到11月 應該營收都會在創歷史新高 現在到11月都會創歷史新高 對 就是八月創歷史新高 九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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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它不是 它的客戶沒有華為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它最主要做的封測 就是驅動IC等等這些 所以你看它的一個 營收的部分 它可以實現持續創新高 那你看它的一個K線 對 那外資的部分 籌碼你加一個外資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兩天外資開始在買的 那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營收 它的一個型態 它是一個整理的 那整理的狀況之下 假如說9月 十月 十月 十一月 營收都會創新高 其實說真的 股價創新高的機會很大的 好 這是超風 還有問題嗎 還有一個是人保 結果我目前也是 就是有持有 其實你賺錢的 你幹嘛那麼擔心呢 結果還是想問 因為畢竟市場變化那麼大 對啊 它兩檔都賺錢 賺錢也很怕 人保 對 因為我賠過會痛 那人保的話 目前因為就是NB跟CP 就是市場賣要缺貨 那可是 因為我有這個股 就是有持有 但是我想說 它的漲的幅度 就是不符合預期 那我想說 不符合預期 對 它漲的速度比較慢 對啊 那我想問分析師說 就是這個狀況 那我目前該怎麼辦 對 我想當然NB 他喜歡標股 對 喜歡標股 如果喜歡標股 就不要買人保 對 就不用買人保 我覺得其實你看 最近NB PC 剛好有說 我們來看一下 NB跟PC的基本面 其實最近真的很高 所以博越其實 操作的股票 族群是對的 只是說個股相對上來講 它比較穩 如果你是買這樣的個股 你就不能有期待 它狂飆的期待 對 沒錯 因為這種股票就是大股股 就是穩定 對 沒錯 那我們來看 其實當然你像 匯豐證券泰 跟廣達 宏記跟人保 那它的目標價23.1 那其實有些外資的目標價 基本上都不太會到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大概 人保也快接近這個價位 我不是說它不會漲 只是它會很慢 它會很慢 所以呢 慢慢漲 對 你要從這個新聞 這個報告當中去選擇 你比如說像雙A 它就滿手叮噹 那尤其是在所謂的一個 零組件的部分 你看不管是驅動IC 不管電源管理IC 不管Wi-Fi 其實很多的東西 它都是缺貨的 那零組件 因為它的股本相對比較小 所以它的爆發力 營收的爆發力也比較強 所以我舉幾檔例子 你看 還有那種照三餐在催貨的 催貨的 紅機 對 你看這個多缺 所以它認為 NBPC這一塊到明年都會不錯 它的一個能見度 好 那我們來看幾檔股票 IC設計裡面 因為它的股性比較火 所以你看聯陽 我們看一下聯陽跟義龍店 它的一個 3014 你看一下它的日K線 你把它看到今年 今年以來 你知道它漲多少了嗎 漲非常多 就是說它大概 你看 漲成這樣子 從33塊多 這個是今年以來低點 漲到79塊6 你看都已經創了 疫情以來的新高的水準 早就都翻過了 2458的義龍店 也是一樣 你看一下它的日K線 你把它縮小 縮小 對 縮小 你看這種股票已經長到 疫情那時候是68.4 這個疫情前 那你看 股價不只突破疫情前的高點 還漲到163 你這種 所以就是說 博越雖然看好NB 但不一定要去買 對 你要買 做NB的品牌廠 對 沒錯 品牌廠會漲比較慢 像現在的宏基也一樣 好 那我們再看 剛剛那一張 你看一下那個 等一下我們講的 在8261的附點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字卡 對 所以剛剛的字卡有談到 林陽跟義龍店 對 沒有錯 這是在一起 MOSFI 我跟大家報告 MOSFI現在也很缺 那MOSFI的部分 MOSFI是什麼 MOSFI就是一個電晶體的部分 它是一個電晶體 那比如說像 你只要有電的部分 它就需要用到MOSFI 像筆電 NB 反正有電 也不是只有電腦的電 像手機那一些 都需要用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MOSFI的一個狀況 MOSFI的部分 因為現在大家還沒提到 可是慢慢有人開始在提了 MOSFI的第一世紀的報價 預估有可能會漲一到兩成 因為整個筆電NB PC都缺貨 台灣的這些MOSFI的漲商 最主要就是做NB跟PC 其實在車用 車用的部分很少 大部分都NB PC 所以幾乎都受惠好 那為什麼會調漲 因為我跟大家講 兩年前MOSFI曾經大漲過 那時候是缺細菌源 兩年前那時候 那時候搬導體的細菌源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環球菌 那時候漲搬了 那時候MOSFI也大漲 因為缺細菌源 這一次大家看新聞就知道 八寸菌源廠代工 那個很緊縮 因為連電也漲價 對 要漲價 所以這次是什麼 八寸菌源代工廠的漲價 所以帶動了未來第四季 即將進入的第四季 還有需求的上揚 跟國際大廠IDM 它本來是做MOSFI中低階的 現在轉到車用的IGBT 所以你看 其實我們來看 我們就找MOSFI當中 大概這幾檔股票 你看捷利 年增率1到8月的營收7.6% 它的上半的EPS5.4% 那大宗呢 1到8月14.7% 可是它的EPS是負成長 YOY 負成長 負頂的部分 你看它是年增率最高的 1到8月 那你看它的上半的EPS更高 145% 那股價最便宜 對 股價最便宜 就是說它的營收1到8月成長31% 可是重點是 它的半年EPS 年增率是145% 其實都是這裡面最好的 到底今年可以賺多少錢 8261 我們先看一下K線 對 你看一下K線 我們看一下K線 那其家公司在大成長的情況之下 到底今年 對 你看一下 我跟大家報告 我先報告一下 就是說它除了NB跟PC之外 其實今年NBPC大熱賣 另外一個 它打入Server 其實Server也都在缺貨 還有跟充電相關 我跟大家講充電相關用高壓的MOSV的部分 另外的車用IGBT 其實你看一下 等一下 強茂因為明年要打入IGBT 結果最近的股價強茂大漲 那我跟大家報告 副頂早就打入IGBT了 那這個是它現行的部分 那IGBT又是什麼呢 車用的 所謂的跟MOSV一樣 只是它要高壓的部分 車用電晶體 對 車用 因為車用的電晶體 就是說它的高壓的部分 比NB跟PC 它的電壓不用那麼高 那它要用到更高階的 那問題是雖然它大成長 我想知道它今年可以賺多少錢 上半年大概 上半年大概 今年應該預估 大概應該有2塊多以上的水準 大概有2塊的水準 所以假如說你看 你看一下 現在股價大概28 9塊的水準 你看它的股價其實 我們打日K線好了 其實你打一下日K線 你看一下日K線 你把它日K線縮小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的股價跟去年的 就今年的高點差不多而已 就是說跟疫情的高點差不多 可是你剛剛看到 比如說像義龍店 看到聯陽 其實那個股價都已經大標了一大段 比較沒漲到 比較沒漲到 然後重點是它又符合成長性 不管EPS 不管它的一個營收 那股價位階整理完之後 其實這個地方 應該是會有上工的機會 相對比較安全 對 沒錯 所以博越 如果你看好NB 不一定就一定要買紅機 廣搭 華碩 不一定 可以買周邊的零組件 或者是IC設計 都是不錯的旋鼓方向